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菜菜子, Where's 肉肉籽? 我是不吃肉的菜菜子Kibi 我是无肉不欢的肉籽鸣妹妹 今天我们来到专食肉饼的肉饼哥 这里什么肉饼都有 那素肉饼有没有? 有 那也要试一下 好 我们面前已经有四款的素肉饼了 有两款是煎的, 有两款是蒸的 为什么会有些煎有些蒸呢? 听说就是煎这两款的口味是浓郁一点的 所以煎出来就香厚一点 那蒸的两款就比较清淡 是的, 那我们浓郁的这个就有麻辣香菇素肉饼 还有这个糖醋汁素肉饼 好, 那蒸的两款分别就是 秘制莲藕蒸肉饼和潮州家乡蒸肉饼 什么, 为什么家乡化呢? 家乡里面就好像有些花生和葱花 嗯, 不如我们试试吧 好的, 那其实这四款肉饼 它除了有素猪肉饼, 也有珍猪肉饼 珍猪肉饼 但是素猪肉饼就是用珍猪肉的食物 然后把它改成素板来做 所以大家都会吃这道招牌的风味 那我们吃肉饼没理由 要鼻子帅 我们试试了 我们有咸味的开始 好的, 这里的肉饼 它们就不用鸡粉, 就用了香菇粉 嗯, 而且它们就分了煎肉 嗯, 所以就不怕会拌了一些真的肉饼 所以就会放心 嗯 这个是不是要加豉油? 嗯, 是的 其实它本来也够味 不要放太多 真的很呼喊 一滴 哈哈哈哈 我吃过一粒潮州花生 我吃不到花生 我吃过菇 我吃到很香菇的味道 還有一些香葱韭菜 你之前好像有来吃过这里的蒸肉饼 嗯, 这个蒸肉饼 其实它的选择真的很高 那你觉得这几款素肉饼 和真的蒸肉饼 我刚才会和你聊天 我忘记了 我自己在吃蔬肉 哈哈哈哈 足够可乱真的 是啊 那我也试一下这个 秘制莲柚 蒸肉饼 那滴豉油 我看到有很多一粒一粒的莲柚 嗯, 很爽啊 有些莲柚 其实它这里的素肉都可以用什么做呢 Omi Pot 那Omi Pot 其实它就用了几款植物的蛋白 有米 有香菇 有蜗豆 有蜗豆 非基因改造的大豆 嗯嗯 都是来自植物那里的蛋白质 是它做的 是更健康的 比起珍珠肉来说 它就没有蛋糕醇 亦都低些卡路里 和低些脂肪 亦都不会有猪瘟 嗯, 是的, 是的 而且这些蒸肉饼 它又不会很肝 它真的很像珍珠 嗯, 好吃的 很想试香口的 好, 试试 试试 试试辣 这个是麻辣 不知道会不会很辣呢 我们好像切蛋糕那样 都蛮有趣的 它这些蒸肉饼原来是 你是不是好像没有吃过肉饼呢 其实是 对 哇 辣了辣了 很辣的 我没有吃的辣 先喝酒 很厉害 很厉害 好了, 我吃了辣椒粉 那我先够小够些 这个它煎到外面有少少微焦 嗯 似乎是很香口 我也是吃糖醋 是不是很辣 是不是很辣 立刻涌上来 这个呢 哇 这个呢 18厘米 这个 味性 不要 这个要吃得辣才好吃 对 糖醋有少少咕噜肉 味道 汁的感觉 嗯 这个很开胃 四盆你最喜欢哪一盆呢 嗯 其实我自己拍热起 我就喜欢蒸这两款 嗯 棉藕呢 就更加喜欢 嗯 我又喜欢糖醋 这个很开胃 你喜欢香口 对, 我也喜欢香口 嗯 如果你们都很久没有吃过肉饼 又想怀面肉饼的感觉 就可以来这里吃了 嗯 好,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